一个阶段的充现率情况 第一充现率这个数据 从二维三维等等 为多维度看的话 想要再保持三加相同的话 基本是不太可能 难度很高 来 看一下既是天然赛 今天是由老江小玉打新人锅锅 看哪张地图能够被抽取到 长城还没是眼额一号公路 来 看一下一号吧 就整这个 我觉得一号公路这张图吧 这一抽大家跑得挺高的 当然除了一号公路以外 另外两张赛道也非常精彩 本场就是另外两张的 其中一张决战海滨之眼 海滨之眼也是一张非常精彩的赛道 所以说你说说吧 如果说抽出来的是海滨之眼 看点是什么呢 海滨之眼的话 主要是选手们在使用墨影青龙的情况下 跳点可能不太有感觉 要在赛场上再多磨点一些 所以这就是本次抽出 决战海滨之眼的意义 每张图抽类其实都有意义 我一规和刚才那个长城 长城两分十一手 两分十一手都能给你跑到一分十一 但快的话就是零四中零五左右 对吧 就是大家 尤其这一周抽的图 其实我觉得很好的点在于 几乎都是用于平时不拿这些机架去打的赛道 对 而且对于零四这个概念来讲 其实哈雷特跑长城也绝对不算快 因为在上场搜罗我们已经看到了 上上场 对 就是千寻零四点二 对 零四点二 他也能够在驾驶 幻尽龙影的球王家跑到一个这个程序 而且比较轻松 就只要不出现明显的大失误就可以 这周我不记得最快到底是不是王哥那个零三点七了 应该是 但是确实他有这个程序的话 已经足够快 已经足够能够取胜了 只要在这一周的话 在我印象里面是没有人能超越他的 对 但那个零三点七也是进到的时候 出完磕了一下左墙 还是有失误 然后最后又是个单噴 失误还挺多的 那海平之眼 其实这张图啊 嗨 就在想 你跟我想的是一个事吗 没有 他以为你想冰什么 我想他看啥 嗨 冰 你刚才这个叹气叹的 我以为后面要接张地图呢 结果没接上 那你这话说的确实是有点压 你刚才想说啥呢 这张图鞋抽出来对Eastar来讲是一个好事 是一个上场签啊 但是今天出战的是郭郭 哦 有道理 如果要是E出战的话 那这张图 变马 咱不是说郭郭这张图不强 而是说E它成名之战 或者成名座 那就是海平之眼 对 而且也是采访的一个成名座 海平怎么能跑到这样一块成绩 不失步就行 是 稳着跑就可以 有点 丢下来很简单 实际上一点都不复杂 对 有点类似于沈西部两把五七 怎么好五七 就求稳就行了呀 双方机体人在 起步阶段双方细节气不相当 但是两个快速过后 小玉暂时领先 弹射都没问题 一个走上一个走下 走上边的话 其实落地以后的弹射 比较讽厌手感 但极限上会对快一点点 小玉这边好像是稍微磕了一下 这距离是稍微有点被拉近了 地球在交 跳起来小玉 人家左边无线往左 这边后来跳起来了 很有感觉啊 郭郭也没问题 这一次海滨 大家完成度这么高 三圈俩人都是40的成绩 40.40和40.46 弹射上墙 郭郭有点可惜啊 但是前几个快出 就已经跟小玉拉开0.2了 然后这一个弹射距离再被拉开 这里再拖的话 第一圈的成绩没稳住 确实让人有一些感觉可惜吧 有点可惜 因为这一把 其实两个选手的成绩 应该是个旗鼓相当的 这样的话都能给对方 上到一定的压力 前面还是没跳起来 看一下走左 无线往左靠 而且对小玉来讲 他是不知道第一圈 到底他能够够有东西接近吗 对 这边还是浅蹭了一下 他想走一波极限的单喷延续 1分19秒62 瑕疵小失误还是有一点多的 不如下一局孙悟空 孙悟空大家的技术赛当中跑一个18肯定难度不大 对 所以在第一场比赛我们也看到了阿康 当时第一次使用了木影青龙以后 发现跑出来的成绩好像不太好稳 然后第二次直接求稳 跑一个孙悟空的成绩反正赢了 你看阿康小孩啊 虽然说现在已经是个艺人了 啊 哪个艺术的艺是吗 对 这话不多 但听确 确实 这原本觉得他应该是一个选择困难症 就赛场上不管是用车呀 还是选途啊 可能都会比较纠结 对 刚才换的很果断 就以前会感觉会有点喂手喂脚的那种感觉 但现在 感觉完了 嗯 非常务实 卡位也不虚 就务实跑法 你知道吗 对 就我就这样 哎 要是真猛的话你就带走 是的 WC现在整个俱乐部我觉得都是有点这种风格 嗯 越上也是 啊 主要确实有一个大家掌 对 他起步 上这儿确实带的好 对 小玉起步测试没喷 那这是郭郭的机会啊 1分19秒0 这个成绩 看了刚才郭郭的细节 并不是难以通过的 是的 从他没没验上 对来说 可能也不太好通过 主要上墙了 跑法吧 他确实想球快 但是这个球快的跑法 在有限次数的即时挑战赛当中 想要跑出一个完美的 给自己压力太大了 是 就是一看你小玉 1分19秒0 好像我能赢了 那自己第二圈 得稍微极限一点吧 对 一极限 失误来了 是 不过这个点 两个选手理解确实都很到位 第一圈41秒3没了 但对于小玉而言 其实他这个40.7 和刚才相差的并没有那么那么的大 第二圈过过弹射又没出 只能走上面了 然后延一段 落地又拖飘 可惜啊 这张图在驾驶慕涌青龙情况下 在场上继续挑战赛 完成时间最快的应该是 沈之间跑一个18.00 也是差点点17 看这一次 小玉 应该也是个19 估计就19.3左右 10.7 应该最后没延长 对 慢了一些 那两次挑战过后 我们可以恭喜小玉 获得了即时挑战赛的胜利 要RSC拿到即时挑战赛胜利以后啊 我觉得对于他对手来说 不管是谁 可能都有点难受 一手特鲁尼 但是伊斯大的王图呢 也是特鲁尼 是的 所以看一下今天RSC会不会做出一些改变 如果说都是选到特鲁尼的话 那就是真正的特鲁尼大战了 但其实RSC真要成新选啊 也会有这期选的赛 他都特鲁尼 也没得挑 毕竟人家有一手王图在这摆着 对 那如果说特鲁尼环城这样的赛道 他本来在有可能出现两轮进入赛当中 先打一轮2V 就是小玉和峰仔双王图 然后再加上峰仔个人王图 收入当中的特鲁尼也很高 这个气质挑战赛的意义就变得非常大了 没错 三个十九 波波真稳 上一次打这个狼队的时候 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打法 对 看出来这张图对于峰仔加成